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空翻教學系列 我是你的空翻教學老師 Chill Sugar 今天主要講的主題呢 是你的錯誤動作 會造成你空翻練不好的原因 那我們有底下幾點 第一個 你可能會往前跳 往前跳是什麼 就是在你做跳的動作的時候 你的膝蓋 我們原本正確的跳法的話 垂直往上 蹲 跳 這樣是垂直的 那往前跳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去在練習的時候 多多看自己的影片 你在蹲 跳的時候 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膝蓋往前跳的時候 那你的迴旋的動力一定會變成往前的 大家懂我意思嗎 你變成往前的時候 你的垂直跳的高度 並不是在最高的點 本來假設你做一個垂直跳 在空中可以停留兩秒的話 那你做的往前 那你就不是跳到最高的位置 那這時候 你在空中停留的時間 就不是兩秒 本來你剛好翻完一圈 剛好是兩秒 假設的話 那你往前跳 第一個 你的跳出去的線路 並不是垂直 所以你會影響你在空中的高度 影響你在空中停留的時間 所以你一定要做到垂直 如果你自己錄影片 看自己的動作的時候 如果你有往前跳 你必須修正這個動作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 我們在做垂直跳 跳出去的時候 你的手必須拉直 拉直 其實 大家會想一想 你在拉直的時候 想一下這個動作 我們拉直是等於這樣子 對 那 大家可能需要調整一下 你所謂的直線的角度 這邊教各位 你在拉直的時候 角度請你修正一下 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你在做空翻的時候 你跳出去的時候 你的人會長什麼樣子 你會做有一點點 微躺的狀態 大概會呈現這樣子 那你這時候 所謂的垂直線的上面 正上方是哪裡 在這裡 那你這時候 把身體打回來的話 變成直線 會在哪裡 那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好 所以我剛剛說的 所謂的直線的位置 其實做一個 有一點點往前 其實在有一點點往前這個位置 這個跳出去的時候 才是你最正確的 往上的垂直 因為你在做倒的時候 這個會變成你的正上方 那才會是出現你跳出去 最高的位置 第三個是 往後跳 很多人一樣 跟剛剛往前跳一樣的意思 你在很往後跳的狀態下的話 那你可能會變成 你在跳的時候 會變成是 直接往後衝的 那你一樣 你在空中停留的時間 一樣會下降 但是相反的 它會有一個好處 就是 因為你在做跳的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人已經做 整個人快要到躺的狀態了 這時候你躺 你跳出去 雖然是往後的 但是 會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在做團伸這個動作的時候 速度會變得非常的快 所以你可能在空中停留的時間 沒那麼久 但是 因為你做的迴旋速度變快 所以你還是有可能成功 對 那當然我們最好的狀態下 是 往後一步 所謂的往後一步 是 正常你走路的狀態下 正常一個走路 往前一步 好 這是一個正常後空翻的距離 就是 你如果後空翻 一個正常人 會往後退一步 這個是翻完的位置 這是一個正常現象 那 垂直完全在原地的話 這也不是說不好 對 反正 很多人後空翻 奇奇怪怪 各式各樣 都可以成功 那其實 只要成功 就是 不管你是表演上 或者是 你的 比賽等等之類的 你只要有100%的自信 可以成功 我們都不能說 他是壞 但是如果 以一個 專業的角度來說 那我們都會希望 可以做到 又高 又漂亮 沒有錯吧 對 就好像我今天如果是一個觀眾 我如果看著你在做一個 後空翻的 你在表演 你是一個表演者 你在做後空翻 那 觀眾看的角度就是 喔 你做了一個後空翻 那如果你做得很低 你往後噴很多 那 你做得很低 觀眾心裡怎麼想 不 有點恐怖 沒錯 那你如果做一個很高 的下來 大家看到的是什麼 WOW 很厲害 沒錯 這是差異性 所以我們在往後跳的時候 一樣 為什麼會往後跳 在你出發 跳出去的狀態的時候 你能呈現的是一個這樣子 導 導支 但你跳出去的時候 是長這樣子 所以你的腳垂直跳出去的時候 會變成往這樣子 往後 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這也是不是很好的一個現象 第四點 就是你的團伸狀況 在你空中做到團伸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我們團伸的時候 最好的狀況下就是 在這個位置 你的膝蓋必須 大於90度 不能小於90度 因為你大於90度的時候 在你落地的狀況下 其實是最好落地的 好 大於90度 並且你的膝蓋 盡量到你的肩膀的位置 一直到最高 一直到最高的位置 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嗎 好 這個為什麼呢 因為 大家應該都明白 軸距越長 怎麼樣 旋轉 速度 越慢 所以我們要盡可能達到 我們身體 最小的軸距的姿態 這樣你才能用最短的時間 在空中翻完一圈 然後落地 再補充一個 就是你在落地這個姿勢的時候啊 我們會有一個重心的問題 就是 我們需要落地 那你的重心應該要擺在屁股這邊 稍微有點坐下這個位置 對 那很多人在落地的時候 你可能也是一直失敗的原因 就是 當你落地的時候 你的重心在前面 這時候你的膝蓋就會往前 這樣子跪下去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調整一下自己的動作 那你在 坐下來的時候 你落地的時候 你應該把重心 繼續做一個迴旋的狀態 讓你的上半身起來 然後屁股坐下去 把重心壓在這邊 這才是你一個重心的一個軸心點 那你如果重心還在前面的時候 你沒有把身體拉起來 那這時候有些人 所謂的站起來 他會變成是 上半身起來 然後膝蓋往前 這時候重心是往前下去的 ok 今天的錯誤教學 講解就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會做一些 我剛剛所講到的 所有的錯誤示範 我們以這個為中心點 好 最後再補充一個 你可能會往左跳或往右跳 那我這邊個人的觀點來說的話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這不太影響你後面繼續做 側半面轉後手後空這個連續劑的 動作的影響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只要你做的前置 我剛剛說的 你的動作都是ok的 那你可能會有點往左 可能有點往右 那代表你的身體 在跳的時候 可能你的右手 拉成這樣 可能你的左手拉成這樣 那或者是在你做 蹲這個動作的時候 預備 蹲的時候屁股往這邊右邊 雖然你的看著正前發 但是你屁股往這邊 腳的方向有點歪掉 這時候你跳出去的後空翻 自然會偏右 或是偏左 ok 那今天的錯誤教學示範就到這邊 希望這支影片對你們有幫助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會在第一時間幫你們解答 或者是我會再整理成一個影片 在下一集告訴各位 你的任何問題 如果你有想學習空翻的朋友們 歡迎把這支影片 分享給你那些想要學習空翻的朋友們 那我是你們的空翻老師 Cheersugar 我們下次見